台湾不但缺氮 南台湾还持续缺水 昨天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南下曾文水库来视察 结果有律委给了建议 要大家多拜拜 多多其余才是解决之道 还有网友翻出日前陈其重解释缺氮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天气太冷 民众吃太多火锅所酿货 蔡政府警惧连发 爱哄整个官员都是在鬼化治国 南台湾持续遭受30年来最大干旱威胁 水情拉紧暴 科技业也进入警戒 中南部主要水库石缸霸 已经不到两成蓄水量 台南白河跟曾文水库也快跌破一成 傅格魁 郑文灿到曾文水库视察 律委一路对屌屌给出这样的建议 我个人是觉得还是要靠老天 所以要吃饭 咀嚼 以水赶快下来 缺水问题 执政党双手一摊 无法怪老天不赏脸 网友傻爆眼 怒哄妈呀 我花钱找你们这些公仆来视察干嘛 不如去找道士来做法 郑文灿去超商不是 但就满坑满谷满架子都是嘛 我以为曾文灿去看了曾文水库 天就下雨了 我觉得这不是天灾 这是人后 下面都是泥沙 你又怎么不把泥沙清一清 把它卖给那个沙石商 那清了以后你赚了钱 然后水库的容量又大了 在野狂后明明变列千亿预算 搞水环境 结果搞出南台湾缺水 千亿公堂究竟花去哪 一共八千八百亿里面 一千八百亿是搞水环境嘛 那钱又要哪里 大家都怀疑啊 还是很多钱都跑到贪官物的手中去 民党政府它所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发钱 以消负器中国大陆发钱给农民 水果我一样我们也是发钱 鸡蛋我们也是发钱 我们所有东西都是发钱 一个只会发钱的政府就是要干嘛 要收买你 蓝军怒呛执政者缺水怪老天 要大家拿上跟拜 缺蛋怪谁 陈其中这样说 我想各位大家知道 天气越冷 火锅的需求越强劲 鸡蛋的需求就会增加 原来缺蛋是因为民众 火锅吃太多尿缺蛋 网友群起狂角 这是什么蛋头政府 给不了蛋就滚蛋 陈明文跟陈其中 双城双缺 民进党直胜 鬼话治国 整个内阁满朝近代黄金甲 可是每个人都是无耻 讲那些无耻的话 或不堪的行为 譬如说陈总 接受信道债 这些其实也见怪不怪的 就是腐败荒唐 然后每个人在讲鬼话 绿营执政官员讲话金句连发 受苦的永远是老百姓 只能干瞪眼看政府在掩哪出 记者于盛行王智能台被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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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